來不及反應就聽到 蹦的聲音這樣 然後就看到 就看到魚骨好像撞到了 拍戲的當下沒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一拍完之後 整個人覺得有鬆軟到 有一點腿軟 然後有開始頭暈不舒服 手腳發麻的狀態 王瞳轉彎對裝機車 車頭揮損 時候嚇到腿軟頭暈 一人王瞳今早前往林口拍戲 發生車禍意外 開車進停車場時 與機車發生碰撞 車頭揮損 幸好王瞳和女騎士姐無大愛 車流量蠻大的 因為早上是上班時間 然後我就在等待左轉 我要準備下地下室 因為到那邊也有畫那個網線 就是不能停 所以剛好有一台車就離讓我 它就停下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哦 那就表示我可以過 因為我這邊也是路燈 所以我就理所當然的 就往左轉 就沒想到就 來不及反應就聽到 然後蹦了這個聲音 就這樣 然後就看到 就看到一步好像撞到 對 但是它是嚇到耶 受到很大的驚嚇 然後就趕上下去 看那些女騎士的狀況 她當下蠻冷靜的 然後是坐在地上的 反而要扶她 然後 然後她就說等一下這樣 然後就在看地上 我按理員 保全人也就把她 我靠近了 就說幫妳叫 中車跟警車 當下妳是要去拍戲嗎 對 拍戲 拍戲 妳知道嗎 當下有受到很大的驚訝嗎 非常大 對 所以我後來還是有趣 因為 我雖然馬上就是 因為可能要逼自己要在一個狀態 所以馬上就去拍戲 化妝化完完成馬上去拍戲 其實拍戲的當下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是一拍完之後 我總覺得有鬆軟到 有一點腿軟 然後有開始頭 因為不舒服 手腳發麻的狀態 所以就公司還是建議 我們從那裡 就還是去給醫生稍微看一下 比較好 然後因為我也想要知道 那個女騎士的狀況怎麼樣 但目前都還沒有時間 跟她連都會剛 因為我才剛從後面出來 妳聽說怎樣的狀態 妳看不看 就照顧時光 然後 呃 她說 有給我一顆 可以叫 讓我可以 就舒服 再安心應急 再安心應急 然後有稍微的氣溫 在胸縮上